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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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宝本想速战速决 谁料聚餐是个射手 他口吐残思 逼得张军宝无法近身 谁料一阵笛声响起 一名妙龄女子从天而降 女子名叫月儿 是这重古禁地的主人 胆子不小 敢闯重古禁地 惊扰我的惨 月儿质问张军宝 身为汉人和敌族人纠缠不清 是不是当了敌族走狗 刚才是我们两个人遇到敌人 追到这里来的 月儿也是通情打理之人 当即就放两人离开 下不为例 这边两人成功脱险 那边魏将军却遭遇困境 敌族虽然暂时撤兵 但随时可能攻城 夜城守军根本无力再战 魏将军请求长官再向朝廷争取 谁料长官十分不耐烦 魏将军心灰意冷 只得另想办法 第二天一早 张军宝来领赏银 魏将军劝他投笔从容 但张军宝不置可否 朝廷腐败无比 不如破而厚利 而他只想修仙炼丹 随后张军宝带着师妹回山赴命 却没有去大殿 而是拎着一壶好酒 赶往地牢 此人乃是魔族教主 魏天行 十二年前 朝廷复事严重 魏天行率领幽名神教 朱砂贪官 但因修炼魔功 且手段残忍 他惨遭武林正派围剿 还被千机玄铁侠 关押在无极派地牢 这些年来 只有张军宝常来找他 魏天行被勾起了蝉虫 他使出内力 引来酒壶 张军宝惊奇不已 张军宝一点就通 他立即掌握了其中精髓 正当两人畅快通饮时 无极派正在挑选掌门候选人 二师兄无力抄群 很快将一众弟子击败 若无人再挑战 那满风就是我无极派掌门候选人了 小师妹焦虑不已 大师兄还没到呢 眼看一炷香 即将燃尽 关键时刻 张军宝赶了回来 张军宝 请吧 张军宝全风伶俐 几招就把二师兄揍得满地找牙 气急败坏的二师兄 趁阵伐启动 拔出匕首 四向张军宝 张军宝是这招 几招 欲弃合一 年轻弟子们对此招好奇不已 但长老们久经世事 一言认出 则是魁天行的功法 这可是魔教的武功 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觉得呢 这世上的武功啊 根本就不分什么正前 只要是新正 那就是正派的武功 话虽如此 但无极派身为名门之首 使用此功 难免落人口舌 还敢狡辩 亏得师父对你如此信任 还将天机玄地侠的钥匙给了你 长老厌恶张军宝 警示放荡 请求掌门收回钥匙 逐出张军宝 为了磨炼张军宝 掌门令他面壁思过 张军宝不以为然 但长老提醒了他钥匙之事 他便开始翻找无极带 我钥匙他 若不知 钥匙在他救援夜城时 就已丢失 狄族王子得到钥匙后 来到幽冥神教 寻求合作 由于教主奎天行被关押 魔教暂时由他的女儿月儿掌管 月儿收到手下传讯 便急忙赶回神教 谁料 这竟是一场浑门宴 你们竟敢与狄族贼人为伍 是吧 教规都忘了 狄族王子身边的面具人上前游说 他们可以救出魁天行 只要魔教帮助他们剿灭无极派 月儿虽然也想救出父亲 但是身为宋人 他绝不能通敌叛国 可修罗基和无面判官已经倒戈 面具人飞身上前 用尸毒掌重伤了月儿 月儿深知 他寡不敌众 只能飞身逃走 但面具人毫不在意 此时 心大的张军宝还在练丹 他觉得钥匙虽然丢了 但苟延残喘的魔教翻不出来大浪 小师妹痛斥他不学无术 九转真元丹 一出炉 张军宝就带着他去万宝阁交易 谁料 走到半路 就碰上了残宝 残宝抢走了他酒壶后 掉头就跑 张军宝急忙跟上 结果发现了重伤的月儿 眼看月儿危在旦夕 张军宝将九转真元丹喂给了他 随后取来一根竹子 张军宝击打月儿周深大学 帮助他吸收胆药 排除尸毒 月儿这才保住一命 然而 就在此时 魔教众人已经潜入了无疾派 二师兄带着弟子猎阵迎敌 但他们刚一出手 就被吊在半空中 不能动态 原来 是修罗姬在操纵乌影丝线 他单手一握 无疾派弟子纷纷领了盒饭 这时 敌族兵马也赶了过来 去救你们的教主 这里就交给我们了 无疾派弟子被死死牵制 只能任由魔教闯进地牢 此时 张军宝还在和月儿饮酒 谁料突然听到门派发出求救 无疾派振前钟 此时 魔教已经闯入了地牢 等长老带着弟子赶到时 他已经恢复了自由 正好活动活动筋骨 同弟子之力 死守地牢 然而 魁天行武功齐高 弟子拼死搏斗 仍是以卵击石 魁天行无视刀剑 好在掌门及时赶来 老朋友 不厚道 管了我整整十二年 掌门虽是武林第一高手 但还是略逊于魁天行 等张军宝带着小师妹赶来时 无疾派已经失衡遍野 魁天行被掌门重伤 在手下的搀扶下 向张军宝告别 管你要是 张军宝这才知道自己犯下大错 张军宝急忙赶往地牢 却只看到奄奄一息的掌门 因为现在是无疾派唯一命卖 拿上王主令派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灭门之仇 不能不报 张军宝联络其他各派 准备共商出谋大计 刑满出狱的魁天行也找到了月儿 妇女二人久别重逢 激动不已 于尔将遭遇禁数告知 可魁天行执意要复仇 当年他被八大派围剿 你娘 为了救我 死在了他们的刀下 魁天行回觉后 就着手整治 迪族合作 差点害死我女儿 这笔杖再找你们算 魁天行想撕毁和迪族的合作 谁料 面具人突然走出 人老要会服输 这个江湖已经够属于你了 谁料 面具人独工奇高 魁天行重伤未愈 只能忍气吞声 但敌族的动向 已被魏将军察觉 他再次请求长官 向上禀告 想成大事者 先舍小家 顾大举 这成 就弃了吧 此时 张军保卫了复仇 用盟主令 召集了八大派 只料 他一进去 就发现不对 各派掌门 面色惨白 居然早已毙命多时 原来 魁天行早已埋伏在此 你又帮了我一回 把他们都聚在这儿 省得我到处找 悲痛万分的张军保 杀向魁天行 但江还是老的辣 魁天行很快 就打得他毫无还手之力 小子 有进步 魁天行刚要斩草除根 关键时刻 月儿赶来 你是魁天行的女儿 在月儿的劝说下 魁天行决定放他一马 眼看对方来势汹汹 魁天行只能使出全力 但面具人刚从血泊中突破 他的古尸不死绝 已经修炼到第九重 一掌就击败了魁天行 夫人月儿伤心 张军保八剑驻战 张军保万万没想到 面具人居然是自己的发小 夜城守军 魏将军 原来 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对贪官的厌恶 让他内心扭曲 就连张军保被偷走千机玄铁侠的钥匙 也是他一手设计的 如尽的他早已走火入魔 魏将军飞身杀向张军保 危急关头 魁天行挺身而出 他拼命缠住魏将军 让玉尔三人赶紧离开 魁天行被魏将军活活掐死 小师妹也中毒身亡 接踵而来的打击 让张军保心如死灰 他刚将小师妹安葬好 魔教判官和修罗基就从天而降 魏大人不相拥护 张军保拼死抵抗 但魔教邪功 诡异无比 张军保被打得口吐鲜血 揪罗基用丝线将他吊起 张军保被击落湖中 生死存亡之际 他终于领悟了阴阳平衡之道 他将魁天行的阴和无极派的阳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太极之道 觉醒后的张军保脱胎换骨 两人使出浑身解数 都被张军保一一化解 修罗基近身相搏 却被张军保打得口吐鲜血 判官抽笔再战 又被张军保一掌打出原形 毫不知情的魏将军 还在铲除阻碍 他要杀了敌祖王子 自己成就一番霸业 魏将军轻松杀死敌祖王子的护卫 正当他要捅死前上司时 玉尔突然现身 关键时刻 张军保赶来 他一身先锋倒鼓 劝魏将军放下屠刀 痛改前飞 观点不合的两人 只能无力解决 阴阳五行 相生相克 太极正好可以克制 魏将军的古诗不死诀 但邪功凶恶无比 张军保被镇伤内脏 虎吐鲜血 好在残宝赶来相助 用蚕丝粘住了魏将军 两人在残茧中搏斗 原本张军保胜利在望 谁料残茧被七郎镇碎 魏将军趁机制住残宝 才一招黑虎掏心 一颗鲜红的残巾就出现在他手上 魏将军一口吞下残巾 可怕的一变瞬间发生 魏将军脸上青筋抱起 人生最难看破的是生死 最难放下的是得失 收手吧 两人再次展开厮杀 奇怪的是 法力大增的魏将军 却大不如前 他被张军保一击重伤 怎么回事 你现在血脉已经立成 收手吧 张军保帮他逼出体内毒素 只要他不再运行内攻 便能苟全性命 但魏将军一意孤行 我还没有改变这个天下 最后 他经脉静断而亡 张军保和上他不甘的双眼 如果有来世 我们再做兄弟 大战过后 本以为张军保和月儿 会过上没修没造的幸福生活 可两人却选择了告别 月儿要去改造魔教 而张军保决定抛弃过往 改名重生 叫我三丰吧 三左三丰 张三丰 老子是东山狼秃营成乙 在东静关跟你有过一面之缘 来不是攀关系的 你可知要娶你女儿的那个宇文英 是个什么货子 像你这种人 我在战场上不知道杀过多少 你和他们没什么不一样 时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个满身风霜的瞎子 曾经是狼秃营的王牌战士 一把听风刀 一把楼兰斩 凭借一身血刑 杀得敌人闻风丧胆 这天 洛阳赌访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一个瞎子 居然赢下大把银子 赌场管师再也按捺不住 我们来赌个大的如何 赢了桌上的钱分贝 输了 得留下你这种手 瞎子爽快答应 然而 管师却包藏祸心 欺负瞎子眼盲 将棋子换成白色 管师得意大笑 让瞎子留下手臂 赶紧滚蛋 你们就欺负我这个瞎子 在这里我是庄家 我说了算 谁料 方主突然出现 方主名叫贺秋风 本是宇文家的走狗 但他却笑嘻嘻地放走了瞎子 瞎子也不客气 麻利地收拾好银钱 便转身离开 雨夜中 瞎子举着油纸伞 举举毒刑 他虽眼盲 但心却不盲 余生中 夹杂着树骨杀气 果不其然 杀手纷纷现身 竟是赌方方主 带人追来 瞎子 不管您多少 能带死后 才是您的情 但瞎子一身为耳 等的就是这一刻 天黑路险 雨夜好杀人 瞎子听声变味 一招分金错骨手 将一众杀手 打得筋脉寸断 方主下的当场呆滞 瞎子这才说出此些目的 你眼在哪 原来 瞎子本名成义 早几年 中原兵货不断 他曾效命于军部 在战场上威名远播 被敌人称为温神 后来 他意外失明 人们便称他为成瞎子 为了治好眼睛 他成了刑部在侧的捉刀人 帮衙门缉拿法外之徒 领取巨额赏金 凭借绝世武功 他的养老生活 本该悠闲自在 然而 一个月前的意外 让他下决心 重出江湖 那天 他抓了一个纵火犯 在去衙门上郊的路上 忽然闻到农家小院里 酒香阵阵 自从失明后 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只有美酒 能使他驻足 去 给我把酒壶装满 这酒不卖的 我今天成亲 给宾客预备的 原来 姑娘名叫倪燕 她酿的一首好酒 今天是她的大喜之日 看着成瞎子即将离去 倪燕热情好客 出言挽留 要是想喝两口 就多留一会儿吧 喜酒管够 不要钱 成瞎子十爱美酒 便应邀留下 但他也不是无赖之徒 拿出几瓶银子 算作礼金 还让倪燕顺手给他喂马 很快 金狼习气洋洋地赶来 村民们热情祝福 院子里充满欢声笑语 成瞎子却只顾闷头喝酒 这时 一个壮汉突然赶到 院内瞬间鸦雀无声 但倪燕却欣喜万分 原来 他是倪燕的哥哥倪君 一个臭名昭著的恶霸 阿兄 从前往后 燕子交给我吧 兵客们看到这个不速之客 纷纷找借口离开 只有成瞎子 雷打不动 倪君不想让外人 打扰他们兄妹团聚 便想吓走成瞎子 你怎么不管 没听他们说我是个下三滥 在外头 干的就是些见不得人的狗达 你这刀磨太快了 容易伤着自己 倪君瞬间就懵了 但成瞎子没打算计较 拿着酒壶 晃晃悠悠地去了马厩 江湖漂泊多年 陪伴他的只有一匹老马 成瞎子将酒分给他 就是好酒 喜鹊跟我们两个无关 殊不知 喜事即将变成丧事 成瞎子晕乎乎地睡去 然而 半夜一到闪电 惊醒了瞎子 他先是戳了戳逃犯 确定对方没有逃跑后 便要齐身赶路 知了 闻到空气中 弥漫着血腥味 他立刻察觉不妙 赶忙往院子里跑 院子里躺着两具尸体 他摸了摸 发现一个是尼君 担心新娘遭遇不测 他急忙往屋子里找 黑暗中 尼眼躺在桌子上 一动不动 他衣衫凌乱 满脸泪痕 原来 两个时辰前 一群人突然闯进小院 领头的人 正是赌方方主 贺秋风 但他并不是最大的boss 此人 正是洛阳最大的地下帮派 宇文家的二当家 宇文英 他勾搭上了郭将军的女儿 三小姐 但三小姐娇声惯养 开口要天上的星星 宇文英便动了歪心思 让手下去绝木挖宝 用墓中的夜明珠 来讨三小姐欢心 事后 宇文英担心事情败露 便下令将知情人员 全部灭口 尼君侥幸逃过一死 然而 逃得了和尚 逃不了庙 宇文家还是追了过来 就在手下要对宁燕动手时 新郎冲了出来 他到底是一方恶霸 轻松制服了数名打手 眼看手下不中用 宇文英示意 杀手上前 杀手一个飞踢 踹翻尼君 还用铁钩将他死死锁住 尼君当凶重剑 痛苦死去 了解真相后 成瞎子帮你演正虎 你没被掐死 是脖子硬 人格有名 你比他们命大 监管了生死的成瞎子 并不打算插手 第二天一早 他就带着逃犯 来县衙领取赏金 本来 一切可以就此结束 但在离开前 他却鬼使神差地提了一句 对了 这横心脉就在全家 让人当狗仔了 是不是归你管 骨头带着差役去查看 但看到弓箭上的宇文二字 他不禁眉头紧锁 你咋 哭了你了 什么事去洛阳川 人呢 我先替你葬了 这事就算了吧 宇文家全是滔天 他区区一个骨头 根本管不了 尼雁当场崩溃 他只想要一个公道 见骨头当真不管 尼雁起身就要离开 他要去洛阳告关 然而 骨头居然颠倒黑白 你大婚之日 尼君带着来闹事 你夫君李武郎 因护你而亡 你出于不分 手认了你兄长 骨头在当地颇有名望 他说什么 百姓都信 就在他们即将把尼雁 送入大牢时 成瞎子却将他们拦下 你我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已经够惨了 你必要再回来的 可是骨头充耳不闻 成瞎子只能动用武力 作为最顶尖的捉刀人 成瞎子一身无意 非同反响 尤其是那招分金错骨手 瞬间让差役 失去战斗力 瞎子 这趟黄水你烫不了 尼雁见他如此厉害 请求他帮自己报仇 他愿意奉上全部家当 但成瞎子一口拒绝 杀人是跟官府对着干 他是捉刀人 不是杀手 尼雁只能求他 带自己去洛阳 跟我没关系 带上我吧 我就想要个公道 成瞎子终究还是心软了 两人一马日夜兼程 终于来到了洛阳 成瞎子告诉他 深渊的方法 临别之际 尼雁将自己酿的最后一壶酒 送给了他 随后便消失在人群之中 离开喧闹的人群后 成瞎子便去寻找固友 他来到一间乐坊 秦娘推门而入 看到门口的拐杖 他不禁面露喜色 给娘贴心地打湿毛巾 成瞎子自然地伸手接过 两人彼此间宛若老夫妻一般 随后互相交换信息 多年来 秦娘一直帮他收集逃犯信息 这次他又接到了新订单 三双这笔 你这眼睛的钱就够了 最后一单了 成瞎子刚要离开 谁料一个壮汉叫嚷着进来 原来 他是宇文家的打手 今日被一个姑娘所伤 宇文兄给郭三小姐纳征 多重要的场合啊 一个不留神 跑进来个娘们 谁知道他是宇文英哪里结的冤家 郭将军以为是宇文英的风流寨 便让他先将人关押 日后再处理此事 然而宇文英心狠手辣 让手下贺秋风去折磨尼燕 成瞎子没想到 尼燕扬入虎口 他将事情原委告知秦娘 瞎子 这事你别管 秦娘久居洛阳 他清除宇文家的势力 成瞎子势单力薄 对抗不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你说这些跟杀人偿命有什么关系 杀一个人要偿命 杀一万个人就不用了 然而 成瞎子心意已决 他找上了洛阳赌方 引出宇文家的走狗贺秋风 这才逼问出宁燕下落 死人坊 地如其名 那是曾经用来停放尸体的地方 如今 被宇文家的杀手占据 这里充斥着呛人的血腥味 让成瞎子的战斗力大大下降 杀手手持铁钩 发动袭击 成瞎子只能被动防守 在气味的干扰下 他被打得节节败退 好在他野战经验丰富 成瞎子拔开酒壶 一口酒喷向对方 在酒气的引导下 成瞎子终于锁定了杀手的位置 解决完杀手 成瞎子四下摸索 回到乐坊后 成瞎子将尼燕交给秦娘 让两人赶紧离开洛阳 秦娘也经历过大风大浪 人杀就杀了 但他不能去以卵击石 一哥 你必须跟我一起走 我眼睛治不好吧 我知道 你想给我点念想 天下不公之事实在太多 秦娘的血 早就冷了 但成瞎子却不肯罢休 扎人偿命 天经地义 这公道由他来给 他再次逼问贺秋风 看着成瞎子手中的钢丝 贺秋风瞬间认怂 将宇文英盗墓挖宝一事 全部交代 宇文英盗墓挖宝一事 宇军是开幕的监工 好了 得抓 成瞎子这才得知原委 他询问郭将军住处 宇文英雄 宇文英雄他抱下了宁月楼 宇文英雄大鹿 但宇文英也发现了宁燕失踪 他急忙去寻贺秋风 得知成瞎子带走了他 宇文英便赶到亲娘处 宇文英兵分两路 一边全程搜索成瞎子 一边派人追杀秦娘 此刻 秦娘就醒泥眼 宇文家的人很快就会追杀 一直往南走 不要回答 作为成瞎子的知己 秦娘绝不会苟且偷生 但在返回途中 他还是被宇文英手下捕获 在这个无耻之徒的折磨下 秦娘透露了瞎子的过往 正是那场惨烈的战斗 让他和成瞎子相识 宇文英嗤之以鼻 一个瞎眼老兵而已 还一见捅死了秦娘 这时 成瞎子还不知秦娘遇险 他去明月楼找郭将军 我找东家 我就是东家 我找他们的东家 眼看被人打上门来 士兵也不再干饭 他们选择 寻殴这个狂徒 然而 成瞎子赤手空拳 揍翻了一个营的士兵 老子是东山狼屠营成义 在东静关跟你有过一面之缘 来不是攀关系的 你可知要娶你女儿的那个宇文英 是个什么货色 然而 成瞎子无凭无据 郭将军自然不肯轻信 成瞎子不愿多言 人 他杀定了 空穴未必来风 为了女儿 郭将军直接退亲 将军有令 退亲 将军彻底处复 赏你的 宇文英加巴结郭将军的计划失败 宇文英因此 被兄长痛走 谁料 他凶残万分 竟然直接杀死了亲兄长 为了报复成瞎子 他将秦娘的尸体 游街示众 得知消息的成瞎子 怒气冲天 伴随着冲天的杀意 紧闭多年的双眼 缓缓打开 他穿上昔日的战甲 孤身一人 闯入宇文家 宇文家护卫 如临大敌 众人拔出利刃 一拥而上 成瞎子游刃有余 凭借一把听风刀 瞬间 将院子里的人 杀得血流成河 眼看形势不妙 余下的护卫 决定联手对抗 成瞎子凭借听声辩位 抛出酒壶 一刀将其劈成两半 随着酒夜的扑洒 成瞎子用刀 在葫芦上搓出火花 一招烈火楼兰斩 瞬间将护卫斩杀殆尽 成瞎子玩出剑花 挥灭烈焰 一步一步逼近灵堂 这时 一个女杀手从天而降 她手持双剑 攻势威猛 但成瞎子 久经沙场 竟战无敌 几个回合下来 女杀手很快陷入烈势 谁知 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黑暗中 袭来一只冷箭 成瞎子不慎被剑命中 她迅速抓起女杀手 当肉盾 然而 宇文英冷酷无情 她从不把手下当人看 又是一只透枯冷箭射来 直接击穿女杀手 伤到了成瞎子 宇文英欺负她眼盲 不断变换位置 放出冷箭 成瞎子虽有盖世神功 但战时难防射手 她接连中箭 身负重伤 成瞎子拼尽全力 拔出一根透骨箭 见她已是强弩之功 宇文英这才放心现身 小子 还玩吗 我思议下地狱 我是一定会下地狱的 我也得带上地狱 成瞎子一刀 费了她绞尽 宇文英痛苦地爬走 她挣扎着起身 然而 成瞎子凭借血腥器 锁定了她 一脚便将她踹出门外 寒风刺骨 宇文英还想挣扎 在漫天大雪中 成瞎子一刀刺死了 这个豺狼 而她的老马 也等候多时 你来了 成瞎子 踉枪着走向老马 时隔多年 她又一次在战场上 大获全胜 此时的泥眼 正在失声痛哭 她决定重新酿酒 知了服役去 深藏公羽名 成瞎子再次踏入江湖 专管世间不公事 说完 男人就将匕首插入喉咙 赵玉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个男人宁愿自杀 也不愿进去 明朝年间 皇帝废除了丞相制度 为了加强皇权 设立了锦衣卫 锦衣卫需要绝对服从命令 可疑之人 并会被抓进赵玉 相传赵玉中 有十八种酷刑 很少有人能够扛过五种 一辱赵玉 九死一生 此人究竟犯了什么罪 要被关押进赵玉 这人名叫殷小琪 是一名锦衣卫 这晚殷小琪也多喝了几杯 借着酒精 与同僚讨论宫中之事 上司审恋听到怒斥殷小琪 安排他出去值班 然而祸从口出 魏公公的外甥林云凯 已将殷小琪的话 记录在无常步上 他早就看审恋不顺言 还说殷小琪是受审恋指使 殷小琪倒也直爽 说自己喝多了 胡说八道 还请大人高抬跪手 林云凯心狠手辣 扬言要将他打入赵狱 殷小琪急了 撒腿就跑 林云凯带着锦衣未追击 沈恋也紧随其后 这才有了刚刚的那一幕 殷小琪宁愿自闻 也不愿进赵狱 林云凯站在高处盯着两人 沈恋若是不动手 所有队员就会受连累 他只得舍弃殷小琪 可毕竟共事了七年 沈恋心中愧疚 却也只能假装镇定 隔天 沈恋找到靖海大师 为其超度 在下山的途中突雨大雨 一位青山女子手持有伞 主动为沈恋遮雨 在当时 由于锦衣未的职责和身手 人人避而远之 女子却显得很自然 于庭后 女子收散离开 沈恋望着女子的背影 心中不免泛起了一阵涟漪 殊不知 这一遇 差点让沈恋命丧黄泉 画面一转 魏公公正在垂吊 这位魏公公 便是明朝最有名气 最有权势的大太监 其身边 自然是有不少人巴结 陆文昭就是其中一个 眼见鱼儿上了沟 陆文昭直接下水捞鱼 跪地将其双手奉上 经过数月的溜须拍马 陆文昭被晋升为千户 这天 陆文昭无中生有 说是有一个叫北斋先生的画师 编排魏公公 陆文昭将此事 交给林云凯处理 沈恋一天 心中一惊 这不是靖海大师的字画吗 自己最喜欢的那位画师吗 林云凯奉命去北斋先生家灭口 沈恋也跟了去 两人破门而入 发现北斋先生是位女子 当他转过头来时 沈恋大吃一惊 居然是那天帮自己撑伞的美女 北斋用眼神向沈恋求救 然而他却无动于衷 一个在井一卫干了八年的人 他见过太多的生死 怎会轻易舍弃自己的性命和前途 更何况是为了一个 仅有一面之缘的女人 林云凯本可以到结果北斋 却将他往屋里拽 显然林云凯起了色星 就当林云凯对北斋图谋不轨时 沈恋还是忍不住出言相足 林云凯猜测两人是熟人 还在无偿步上记下 沈恋暗通逆挡 迫不得已两人交起了手 沈恋本不想杀他 你真当林云凯你啊 沈恋暗通逆挡 你算钻在我手里了 沈恋便下了杀手 此时北斋已趁乱逃走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观 即使是杀人不眨眼的井一卫 也不例外 在这八年间 沈恋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 见惯了多少肮脏事 当年沈恋在萨尔虎之战中 从尸横遍野中爬起 成为幸存者 他就知道 活着就是希望 当年沈恋还救了两人 一个名叫陆文昭 如今职位要比沈恋高 被魏公公信典为千户 另外一人郭真 也曾在东厂就职 不过一个月前暴毙而亡 言归正传 沈恋甚至官场险恶 稍有不慎就会掉脑袋 可如今沈恋 却为了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女人 杀了魏公公的外甥林云凯 要怪就只能怪林云凯 太爱记小本本了 被救的北斋 却独自逃命 扔下这么一个烂摊子 给沈恋 这可真不够意思 幸好这沈恋 也不是吃素的 早早就想到应对之法 将绣花剪 刺入林云凯的波紧 伪装成被北斋所杀 旁边的吃货锦衣卫 陪伦看着沈恋 若有所思 显然他不相信 林云凯会被一个弱女子了结 原来前不久 被逼死的锦衣卫英小齐 是裴伦的好友 裴伦似乎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裴伦步步紧逼 有意刁难 陆文昭上前解围 碍约陆文昭是千户 裴伦倒也识相 只是说 这个凶手跑不了的 好不容易躲过一劫的沈恋 回到家中 收到一封神秘来信 神秘人居然知道 林云凯的死因 还约沈恋见面 难道消息是北斋泄露的 沈恋不得不赴约 来到竹林深处 没想有三人埋伏在此 其中魁梧大汉 和女杀手 封主去路 为首的轻衣女子 抛出条件 自己以支他 刺杀林云凯一世 若是想活命 就放火烧了 锦衣卫暗毒库 话说这暗毒库里面 存放的 可都是一些重要资料 如此大胆之士 沈恋自然是不会答应 双方交起了手 魁梧大汉 与女杀手前后夹攻 沈恋好不容易 将两人逼退 谁知 为首的轻衣女子 才是高手 只见他抽刀迎战 刚柔相加 经两招 就将刀架在 沈恋的脖子上 沈恋别无退路 既打不过 又落人把柄 只得答应 一个人倒霉到家 是什么体验 就是想好好谈个恋爱 结果却杀了同僚 想要神不知 鬼不觉 不被发现 却同时被几拨人盯上 处处都是自己的把柄 既然打不过 那就妥协 沈恋来到暗毒库 寻找机会 这里聚集了很多 东厂帆子 魏公公正在查验所有的造传文书 沈恋想靠近 陆文昭提醒他 裴伦已经盯上你了 沈恋只好改为生意 除此之外 还有更倒霉的事 裴伦找到静海大师 逼问北斋画作的去向 出家人慈悲为怀 静海大师只说 给了寺院相克 都是些好人 谁知却被裴伦手下改成 收东陵逆挡 自画的都是好人 这可把静海大师吓得不轻 只得将沈恋供出来 另一边 沈恋的配刀被断 与他交手的轻衣女子 用的是七家刀 使的是窝刀术 其实力与背景不容小觑 沈恋只得取出家传的绣春刀 待到深夜 沈恋潜入暗毒库 浇上火油 就在火星落地的那一刹那 沈恋突然想到了什么 不如查出宝船落水一案 果不其然 找到宝船建造机要 打开一看 发现宝船的教掩人 竟是一个月前 暴亡的郭真 忽然门外传来动静 沈恋准备跑路 却还是被发现 双方交起了手 对方武艺不弱 竟是正长般 他的武器很特别 由一把流行锤 和一把匕首组成 可远攻 可禁手 几次过招 都险些摘一下沈恋的面罩 沈恋只得拔出绣春刀反击 身份也因此暴露一半 流行锤 专可长刀 沈恋落了下风 他试着拉近距离 流行锤轻轻一锤 窜出火花 面罩被扯下 好在沈恋及时盖住 正长般不死心 紧追不舍 两人再次交起了手 流行锤的火星 顺时点燃了火油 激战之中 正长般看清 来人竟是沈恋 正长般想要告密 却被追上来的沈恋料倒 随后沈恋找到轻衣女子 直接挑明主题 宝船的教掩人 郭真是被你灭口的吧 如若你们对我下手 那本宝船兼造机要 就会被自动送去巡抚司 见把柄落入沈恋手中 轻衣女子只得放她离开 回到家中 沈恋看到房门敞开 顿感不妙 却发现裴伦和北斋 悠闲地饮着茶 裴伦不知北斋的身份 还误以为她是沈恋的妻子 可屋里却被北斋翻了个底朝天 显然北斋也是在找那本 宝船兼造机要 沈恋这才恍然大悟 杀害郭真的另有其人 十有八九是北斋幕后的主使 当初自己救了她 差点丢了性命 沈恋怒了 将北斋绑到狐心 质问她 杀害郭真的幕后主使 到底是谁 北斋只是说了一句 无人主使 是我自己 沈恋放下传矛 不断逼问 即便如此 北斋仍旧一字不提 眼看北斋就要被淹死 沈恋还是心软 将她救下 平静之后 北斋说出难言之隐 当年她家中遭难 绝望之中跳胡自敬 恩公救下她 可恩公有一个敌人 那就是魏公公 只要北斋帮她杀了魏公公 就算是报了恩 恩公还许诺她 美好的未来 北斋宁死 也不肯出卖恩公 另一边 重伤的郑长班 被抬至大厅 千护陆文昭 检查伤势 郑长班吐出两个字 沈恋 便没有了呼吸 陆文昭为了还沈恋人情 隐瞒了此事 可裴伦还是发现了端倪 当年在萨尔虎之战中 沈恋和郭真 曾使战友 身为掌印太监的郭真 在皇上沉船后报彼身亡 那么沈恋可能就是 谋害皇上的叛党 半个案 差点丢了性命 裴伦做梦也没有想到 裴伦将沈恋 想要谋害皇上一事 上报给千护陆文昭 原本以为可以得到奖赏 结果却引来了杀身之祸 之前多次与沈恋交手的轻衣女子 是陆文昭的师妹丁白英 面对暗算 裴伦背后中刀 又被三人包围 自然不是对手 另一遍 沈恋想到一个疑点 陆文昭和郭真是旧时 两人走得最近 郭真身为宝传的教掩人 却在沉船后报亡 主谋会不会是陆文昭 这时忽面飘来一人 省恋上前查看 正是裴伦 原来就在刚才 裴伦被陆文昭和丁白英等人围攻 他使出浑身解数 绝地爆发 射出绣弩 因为穿了护甲 裴伦伤不至死 两人还没来得及沟通 陆文昭便追来 事已至此 陆文昭也不打算隐瞒 名人不说暗话 沈恋直接了当 大人八年前便认识郭真 你和他是军中同胞 你让他在宝船上动了手脚 你杀了郭真灭口 再命令我杀北斋 杀暗毒库 你不想变天吗 陆文昭谎称 他们做这些 只是想清理阴党 除去魏公公 至于沈恋 还是自己的好兄弟 只要沈恋杀了裴伦和北斋 就给他一条生路 沈恋并不相信他的鬼话 郭真就是最好的下场 如今又想利用自己 杀人灭口 双方拔剑相对 不知为何 陆文昭突然收到 转身向门外走去 沈恋奇怪 难道是念疾就情 谁知陆文昭牵脚猜走 又杀来一群步兵 个个拿着洋枪 对着沈恋就打 沈恋伸手敏捷 急忙逃回屋中 招呼两人跳进 视线准备好的机关逃生 这时 酒瓶散落一地失了火 火势越来越大 阻止了追兵 三人顺着密道成功逃脱 陆文昭拉拢沈恋为国 于是全程通缉 还将沉传之事 栽葬给沈恋 说他与郭真是一伙的 想要图谋不轨 如此这般贼汉捉贼 自然是为了喜庆嫌疑 但魏公公 岂是这么好糊弄的 一句话就让陆文昭顿时 哑口无言 两匿贼这一通折腾 都是为了谁呀 路边上警衣卫给撤了 这事东厂管了 沈恋 培伦 陆文昭心中大惊 设计这么多 不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此刻沈恋北寨裴伦 并没有抱团取暖 北寨不死心 想从沈恋处 盗取宝船建造机要 不料被沈恋察觉 北寨只得冒雨逃亡 两人你追我赶 隔着一条巷子对望 沈恋明明可以抓住他 却主动送上宝船建造机要 要知道 这可是他和裴伦 保命的册子 裴伦知道后 埋怨沈恋不该感情用事 这时 北寨却回来了 还解释 他拿宝船建造机要 是去找他幕后的那个人 谈条件去了 对方同意 放三人一条生路 沈恋却说他太天真 沈恋提出 代替北寨 去会会他幕后的那个人 没想到 见到了丁白英 不过他却不是主谋 他和北寨一样 只是一名下属 你知道我是谁 沈某猜到了 皇上没有子嗣 若皇上驾崩 只有一个人能够继承大头 皇上唯一在世的亲弟弟 晓得说的对吗 信王殿下 我信王府的牌子 拿了他你尽可以逃命 但你要先杀了他 北寨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情郎纪恩公 竟然会在关键时刻翻水 就在昨天 沈恋替北寨 去会见他的幕后主使之人 对面的男人 身着华服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男人问沈恋 你知道我是谁吗 沈恋镇定自若 说出自己的判断 如今皇上落水 已是病入膏肓 若是驾崩 唯一的继位者 只有姓王 是的 沈恋猜对了 眼前的男人 就是姓王 姓王烧掉宝川 监造纪要 问沈恋有什么要求 沈恋只要一条生路 姓王给了沈恋一块 可以通行无阻的腰牌 不过 条件是杀了北斋再走 姓王站在原地 有些吃醋 陆文昭见姓王 优柔寡断 急忙提醒 切莫因儿女私情 耽误了大事 此刻 沈恋正在与裴伦 商量如何逃跑 沈恋让裴伦 带北斋先逃 由自己留下来断后 一旁装睡的北斋 听到两人的谈话 这才明白 自己在姓王眼中 只不过是一刻棋子罢了 毫无感情可言 三人按计划逃亡 在一处吊桥便 听见一阵马蹄声 沈恋让北斋先走 自己和裴伦 留下来断后 走到一半 北斋突然转过头来 又说这沈恋留下 是因为他对北斋的情谊 可裴伦呢 难道是为了报被刺之仇 马蹄声逐渐逼近 来者是陆文昭 与丁白英兄妹 沈恋与丁白英交起了手 此时的沈恋 遭一想出 窝刀树的破解之法 果不其然 一阵激战之后 丁白英落了下风 裴伦不是陆文昭的对手 可陆文昭赶 赶着去支援丁白英 沈恋抛出短刀阻挡 却起不了作用 陆文昭一刀刺向沈恋 却不料被背后的陪伦暗算 杖虹 救救小王 救救王后 他想去都听杖虹作诈 姓王未夺皇位 不择手段 将知情人全部灭口 不仅如此 还舍弃尊严 向大太监魏忠贤下跪 做到这份上 也是真够窝囊的 但事实如此吗 有人说这是忍辱负重 可历史上的姓王 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言归正传 沈恋将姓王手下两大杀手 陆文昭和丁白英 先后制服 沈恋念及旧情 问陆文昭值得吗 陆文昭相信姓王 不愿透露任何消息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他傻了眼 大批追兵从竹林杀出 常见火炮朝着几人打来 很明显 姓王想要赶尽杀绝 原来 昨晚姓王来到魏公公的住处 一把鼻体一把泪 直言要魏公公救他 好家伙 真是上演了一场谍中谍啊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姓王谎称自己的一位红颜之己 前几日失踪 经查询 发现竟是东陵逆党 千户陆文昭 更是以此为要挟 魏公公看着眼前哭哭啼啼的小王爷 误以为可以携天子令诸侯 隔天一早便带人去灭口 陆文昭被姓王出卖 悲痛欲绝 妹妹丁白英却很坦然 当年陆文昭死里逃生 追随于姓王 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 做了姓王的卧底 在魏公公面前折腰 迎人苟活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除掉魏公公 不料反被姓王出卖 面对一波又一波的东厂番子 陆文昭惨死于乱刀之下 丁白英拿起七家刀 为哥哥报仇 这时 本已离开的北寨去而复返 沈恋为了不让北寨涉嫌 砍断了吊桥 沈恋被包围 独自应战 此时的皇宫内 姓王跪坐在皇上跟前 半月后 姓王继位 朝堂上 魏公公自以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当他拿出 秋后处决的名单时 姓王却没有将他 放在眼中 以莫须有的罪名 便去他的职位 试了试的魏公公 无可奈何 随后姓王将处决名单上 审恋的名字划去 原来那场大战后 裴伦生死不明 陆文昭与丁白英 先后被杀 只有幸存的沈恋被抓 故事的最后 沈恋走出大牢 看着眼前的一切 似乎什么都变了 又似乎什么都没变 在这死伤无数的修罗场 能存活下来 以示万幸 此刻 辅州城外 北斋正在以化 寄托对沈恋的感情 沈恋的感情